请收看慧律法师逢协讲座 你道听突说 恶的说 因为每一个人都按照他的情绪在过日子 我不瞒这个比丘就拼命的说他坏话 我不瞒这个比丘你就说他的坏话 所以说呀 不可以说 哎呀道听突说 善男子 若有挑拔一切众生眼目 罪迹就是这重罪聚集起来 这挑拔就是把一切的众生眼睛都挖掉 这个罪当然是很重啦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 把全世界人的两个眼睛通通挖掉 挑拔就是挖掉挖出来 若断一切众生 这诸位这看不懂 因为没有研究过接力的人不知道 这个断就是杀害断掉他的生命 看到接力的人 看过律学律藏的人都知道 断就是指把他的命断掉 杀害的意思 如果有人杀害一切众生的生命 就是肉体啦 罪聚就是集合起来的罪 聚集在一起 这个罪已经很重啦 全世界的人眼睛发掉 杀掉所有众生的射身 若有法师啊 如果有法师啊 生以恶心 敬回面前 如果有的人啊 对这个法师 产生恶念 敬回面前 敬回面前 这指很短的时间 一见面 回过头来 一见面回过头来 极短的时间 敬回面前 就是一刹那 很短的时间 所得的罪 集合的重罪 有多重呢 比前罪迹 以此罪迹啊 前面所造的 把全世界的眼睛挖掉 杀害全世界的众生的罪 一百分钟 不等其一啊 不到百分之一 就是你挖掉世界 是眼睛 众生眼睛的罪 还有杀害众生的罪 比不上 毁谤 比丘的罪 百分之一 乃至 尤婆尼 尼沙图分钟 不等其一啊 这古印度形容很少的数量名 我们现在所讲的叫做百千万分之一啊 用现在的术语 大家才听得懂啊 就是你毁谤三宝的罪 如果你对法师产生恶念头 毁谤师父的罪 有多重呢 他的罪比前面的罪 胜过百千万倍 胜过前面百倍千倍万倍百万亿倍 所以故 若邦法师 即是邦佛 你邦法师就是跟诸佛 邦三宝诸佛 一切的法身为命 从法师而来啊 没有法师 怎么能够成就呢 佛教怎么能够兴盛呢 毁邦法师啊 底下挂福就 无论其事是真是假 不管这事情是真的 还是假的 罪同办佛 他的罪 跟办佛的罪是一样的 所以诸位来打佛妻 只有七天吗 今天是第六天吗 是不是 那口业是一生一世啊 你随时都要运用这个 嘴巴 口业啊 一不小心就麻烦大了 这其毁谤人 必夺 无见地义啊 受大苦暴啊 毁谤的人 这个人一定会夺 无见地义啊 所以你不能用 毁谤三宝的当作是开玩笑的 其他的方法你可以开玩笑 毁谤三宝的事情 不能拿来开玩笑的 我再跟你开玩笑的 他们一下 众生一听 他会断他的贿命啊 受大苦暴啊 没有解脱之旗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